王健林这样投入买陛下所作品 也有他的道理 他的道理在哪呢 首先一个 你比方说作为他个人投资 王健林现在是141亿美金 成了目前的中国富豪榜上排老大的首富 那么如果我们从投资学角度来讲 有那么句话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你看这个生意 做那生意 投股票 投基金 那么我放到艺术品上 实践证明 它也是一种稳妥的投资 未来也有很大的增值空间 那我如果投的股票基金上 有可能赔了 也有风险 那这种比较来看 投资既然你有风险 我放到艺术品上 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而且从这些年的市场来看 艺术品投资的收益 还要高于股票和基金 艺术品作为特殊的投资工具 逐渐成为投资者追逐的对象 据统计 在不到20年的时间 世界巨匠版画的价格 抬高了18倍 20世纪现代绘画价格 提高了15倍 中国磁器价格 则增长了仅14倍 而同期 美英两国的股票价格 只分别增长了4.5倍 和2倍多一点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品市场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 尚处于发展初期 但中国画作的投资收益 依然非常客观 以齐白石的画作 铁拐李的拍卖价格为例 95年是39万 2004年是101万 2011年3月的成交价格 是782万 15年间翻了20倍 所以王健林 即使从宝本的角度来讲 我均衡投资 我放到艺术品上 这也是无可厚非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看从王健林的投资来讲 他最近 比方说把美国 排第二的AMC影院 给买过来了 同时 他在艺术上的这种 大手笔投资 比方说在青岛 要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影视城 那么这是干嘛 其实和这次买这个油画 两个小孩 如出一辙 就是彰显万大集团 要向艺术领域投资了 通过这样的标志性事件 五百亿建影视城 并购美国的这个影院 再买这个天价的毕加索作品 传递一个明显信号 我王健林要进军艺术领域 这也是像许家印投足球一样 他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广告效力 所以这也是他打的一个算法 所以金融奖来运作艺术品市场 那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对这个普通藏家 运作的这种概念 咱们要从一个更高的经济角度 来认识王健林买这些画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王健林喜欢这个 他手里头除了这种添加艺术品 买这个毕加索以外 他还有吴冠中的画 有实骑的画 就说明王健林本身多少还是对这东西喜欢的 不是说一点不喜欢 纯粹拿这个东西当做一种赚钱的手段 他有他明显的用意 也有他的爱好